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上一回咱们讲了赌场是如何利用不公平的游戏规则 和大数定律收割赌徒的 于是有小朋友就问我 假如有一个赌博游戏 这个赌徒有50%的概率会赢 那是不是他就和赌场的老板有公平的地位呢 实际上九赌无赢家 即便是这样的一个游戏 赌徒只要一直玩下去 他还是有100%的概率会输光身家 这就称为赌徒输光问题 今天我们来研究一下赌徒输光问题 赌徒输光问题实际上是随机过程的一个问题 说有这么一个赌徒 他玩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非常公平 他有50%的概率会赢 如果他赢了 他就赢多少钱呢 赢1元 赢1元 还有50%的概率会输 50%的概率会输 他输了的话也是输1元 每次都是1块钱的赢输 然后这个赌徒有一个本金 它的本金是a元 这个赌徒要结束游戏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就是他输光了 如果他输到了0元 那他就不玩了 因为他没有钱了 对吧 这是第一种 第一种我们称之为by的ending 就是不好的结束 对吧 第二种是他一直赢 他赢 赢多少呢 他赢到了b元 他也不玩了 因为他觉得赚够了 对吧 这叫good ending 然后我现在就想问 那么他有多大的可能会在输到0元的时候退出 有多大的可能会到赢到b元的时候退出 这个问题我就称之为赌徒输光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咱们来画一个竖轴 大家看 一个竖轴 这个地方是0 这个地方是1 这个地方是2 然后有那么一个点叫a 对吧 有那么一个点叫b 最开始的时候这个赌徒的位置其实就是位于a位置 然后他有50%的概率会赢1块钱 赢1块钱其实就是往右跳一个格 跑到资金为a加1这个位置 对吧 这个概率是50% 他还有50%的概率会输1块钱 他输1块钱不就跑到a-1了 对不对 所以他还可能会往左跑50% 就是a-1 当然他输了之后 他既可能继续输 也可能又赢回来 对吧 他都是随机的 好 那我现在就想问 在这样的一个规则下 到底有多大概率会输到0元呢 我们不妨假设 你在有n元的时候 你有n元的时候输光的概率 你现在还有n元 那么你输光的概率叫pn 好 我现在就想问这个pn是如何计算的 这个计算其实并不繁琐 我们只要初中的数学知识就够了 大家看 如果我现在有a元的话 那输光的概率就是pa 对吧 但是他有50%的概率会变成pa 变成a-1 有50%的概率会变成a加1 你到了a-1这个位置 你输光的概率就是pa-1 你到a加1这个位置 输光的概率就是pa加1 所以pn任何一个数它输光的概率都等于多少 都等于1分之1的pn-1 就是因为你有50%的概率会变成这样子 再加上1分之1倍的pn加1 那就会有这么一个结果 我们把这个结果两边乘个2 2倍的pn就等于pn-1再加上pn加1 对吧 我们再做一个移项 移项变成这个样子 pn-去pn-1等于pn加1-去pn 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一项移到左边去 把这2中的一个移到右边来 咱们看pn-pn-1就是后一项减前一项的差 对吧 pn加1-pn也是后一项减前一项的差 这两个差是相等的 你知道这数列是什么数列吗 它是一个等差数列 对不对 而且我们还很容易计算p0是多少 什么叫p0呢 就是你原来就有0元 我问你输光的概率是多少 那不是百分之百 对不对 你原来就是没有钱的 所以这个数是1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p0是1 对吧 我们再来看 那pb是多少 我们知道你如果赢到了b这么多钱 你就不玩了 所以你绝对不可能输光 因此pb应该是0 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数pb是0 好了 大家看从0元一直到b元 它是个等差数列 任意两个相邻的这个格子 它们的这个概率差都是相等的 同时我们又知道第一项是1 最后一项是0 所以这个差我是不是就出来了 这个公差就是每两个格子之间 它们的概率之差Δp就出来了 等于多少呢 一共差了1 对吧 一共几个格从0到b 是不是b个格除以b 每一个差是b分之1 这样一来我现在问pA得几 对吧 就这个点pA得几 那不就等于最开始的这个1再怎么着 再减去a乘以一个公差 这个结果应该是1减去a除以b 对吧 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或者我们也可以写作b分之b减a 好 咱们来看这个表达式 b是什么 b是你最终要达到的钱 b减a是你要赚的钱 底下这个b是要达到的钱 会有这样一个结果 我们通过这个问题得到这个结论之后 我们对它进行一点讨论 看一下 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人最开始a就有多少钱呢 就有100元 然后他希望达到不同的结果 比如我希望达到多少呢 我希望达到120元 我想看一看这概率是多大 这个输光的概率就等于按照这个公式b减a就是20 对吧 再除以一个b就是120 那么大概有1⁶的概率会输光 有1⁶的概率会输光就说明你有多少概率会达到120元 你会有什么 你会有5⁶的概率 所以good ending 好的结果概率应该是5⁶ 因此你从100块钱想赚到120块钱 这些是挺容易的 对吧 你有5⁶的可能会赚到 那么假如说你想赚到200元 也就是翻一倍 因为此时输光的概率有多大呢 咱们看b减a是100 对吧 100再除以一个200 结果是50% 100除以200 结果是50% 也就是说你输光的概率会有50% 那么你赢到钱拿走的概率也就是50% 好 咱们继续看 假如我们不是想赚到200元 我们想赚到1000元 那会有什么结果 我们想从100块钱赚到1000块钱 那么这个时候我输光的概率有多大 按照这个公式 我应该用b减a 也就是900 再除以b 也就是1000 结果就是90% 你会有90%的概率会输光 而好的概率有多大 你能够赚到1000元 然后退出的概率也就只有10% 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出来 你这个b越大 你最后输光的可能性就越大 那么假如b趋近于无穷会有什么结果 b趋近于无穷 你说我永远都不满足 我一定要一直玩下去 一直b趋向于无穷我才会收手 那在这种情况下 a除以b这一项就是0了 所以输光的概率就是1 也就是100% 而你能够赚到无穷大 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另外一种孤的安定 它的概率就是0 这就是所谓的9赌无赢家 其实这个问题在生活中非常常见 比如说在你和赌场老板进行对赌的过程之中 即便有这样的一个公平游戏 由于赌场的资金量非常大 所以赌徒基本上不可能把赌场搞破产 而相反赌徒最终会输光离场 我们在炒股票的时候 假如说我们想赚个29%就走 这个是很容易的 假如你说我就要赚了一倍我再走 那就有可能会输光 假如说我加杠杆加10倍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有极大的概率会输光你的本金 俄罗斯有一个伟大的诗人名字叫普希金 他写了一部童话叫做《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渔夫救了一条神奇的金鱼 神奇的金鱼满足了渔夫的很多愿望 但渔夫的老婆总是不满足 最终金鱼拿走了他所给予的一切 这个老婆最终又回到了最开始的状态 这告诉我们越贪婪越有可能输光自己 小的时候我们读这篇课文可能觉得人不能太贪婪 那现在我们知道贪婪其实是有数学的解释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在西瓜视频和YouTube帐号李永乐老师里关注我